肝不好的人,造血功能差,养肝就等于养命。 简单三个动作,坚持做,不仅肝好,循环代谢也好,人也变得精神十足,它就是一斤斤里面的动作。 自从我学习了一斤斤,现在都不需要出去跑步了,接下来就把这三个动作分享给大家,记得先点赞收藏。 动作一,摘星换豆,这个动作适合各个年龄段练习,手臂向上的时候,身体是扭转的,它可以牵拉到我们的两肋,甘有邪奇气流于两叶,刺激肝筋,帮助代谢体魅毒素,养护好肝脏。 动作二,出爪晾翅,这个就是模仿鸟类,爪是手,翅就是肩胛骨,通过活动肩胛骨来开合膏肛。 用耸肩带动手,我们手上有很多筋络和穴位,就可以把我们的手三羊和手三阴以及心包筋全部锻炼到了。 从而如羊手扬名大肠筋,肝与大肠相表里来达到养肝的效果。 动作三是降肝火的动作,我们想象前面有两根肝子,双手握住它,然后向后拉的时候点起脚后跟,拉的时候吸气,双手向下沉的时候呼气。 它其实就是一个引火下行的动作,一斤斤里面的动作很适合中老年人锻炼,大家可以坚持做,效果看得见。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对我的一路支持,咱们下期见。